YOW!我是Whitey 今集和大家開箱的就是 DEGIMONSTAR 這是DEGIMON的這個 旭城手錶 還有電卡 今次開的這一件的商品 可以說是蠻破格的 BANDAI出品的電子商品 不過我講一句 BANDAI出的電子商品向來都不太好 不知道這一盒可不可以成為 以電子商品來說 一個破格性的一件 今次這個玉城手錶 某程度上 這件的商品真的有蠻多功能的玩法 而且這隻手錶也配搭了 剛剛官方推出了 DEGIMON的新的apps 跟這隻手錶有一個連動 這一個玉城手錶 某程度上可以用一個硬件的道具 其實主要是看apps 今次這一件的商品 我會分兩集來講 今次這一集 主要講了手錶的硬件 以及這張DEMS卡 下一集就會到apps 以及這隻手錶的連動性 和大家看看如何玩這件的商品和apps 今次這兩件東西 這一個DEMS卡 以及這次收錄的東西 包括阿古獸和家暴獸 兩隻數碼獸 一個虛擬的資料庫 放在錶上 把數碼獸的資料 讀取在錶上 做一些肉成的活動 都不說太多了 直接開了這盒 看看裡面盒子是怎樣 以及看完的 是怎樣的 好了 時間是預先介定了 其實在我拍這條影片之前 已經開過這盒 試了裡面的功能 大致上都明白這件東西是怎樣玩的 好 所以這次真的方便很多 我不用太多介紹 好 看看盒子 拿這盒子之前 給大家看看 這次其實這隻 數碼獸廳手錶 我訂了特別特別版本 特別特別版本 這次收錄的 會多一隻V仔獸的Steam卡 所以待會開這盒子 給大家看看 硬件上收錄的東西 以及那兩張Steam卡 是怎樣的 因為這次的特別版本 是收錄兩張Steam卡 好 讓大家看看盒面 這次的特別版本 是青綠色 即是綠綠色的 青色的顏色 較鮮艷的顏色 都給一些時裝少少的服裝襯托 因為這隻手錶 某程度上有很多功能 不是純粹是一隻 浴城手錶 玩玩玩具的 其實這隻手錶 除了浴城之外 也可以當普通手錶 使用 當然跟智能手錶相比 還差一點 看看 這個 有Apps連動 可以有Touch IC功能 可以檢查心跳 檢查密博 這盒 會收錄兩張Steam卡 還有一張VS 整體收錄三張卡 好 看完盒 都開一開盒 這次的手錶 其實它不只是綠色 這隻特別版 還有分了 黑色和白色兩款 普通版本 因為黑色和白色 現在很難找 因為都相當缺貨 都不知道為什麼 反而黑色和白色就缺貨 可能因為那兩隻顏色都比較平容 配襯衣服 外出都比較普遍多人會選擇的顏色 短貨短貨短貨很厲害 黑色和白色都 所以我都訂不到 沒辦法 外面有現貨 但都炒到七百多元一隻 都很貴 那我訂這隻 四百多元左右 好 讓大家看看 開了 這件組件 裡面有一條 USB的充電線 它是用這個 Micro的充電線 這隻Micro的充電線 這個充電線很容易 有機會壞 所以就 可能有機會要換充電線 這樣 讓我選擇說明輸 好 然後 說回重點 重心 就是這盒 剛才說了 我都試了這盒 所以大致上是開了 已經開過了 OK 讓大家看看 兩張的Steam卡 這兩張的Steam卡 一張就是這個V仔獸 就是V仔獸EX的進化路線 這隻就是今次 密充獸 這隻就是今次這盒 這盒的 浴城錶 原創的一隻數碼獸 然後 特別送的就是這個 Steam卡版 就是這張 V仔獸EX 由這個V仔獸的BB版 豆釘獸 慢慢進化上去 然後 有這個VS的 記憶卡 這張卡 然後 到這個主題 就是這支錶 這支錶 就是 綠色的帶 其實看到這支錶 都用了 很軟的膠 戴上手 都算不錯 但是 因為後面 這支錶 有一個 測試密鑊 測試手 的位置 所以 會有些銀 放在手上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後面這個開關 這兩個按鈕 就是 開機後 主屏幕 要控制的按鈕 然後這個就是 插電線 然後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厲害了 這個位置就是插 這個DEM卡的插槽 尾插之前就有這塊葉子 插槽 但是小心 因為都比較小 很容易有機會不見 好 先看看 這個DEM的這個 Logo 但是 印上去 所以有機會掉色 這個做到 我覺得做得一般 可能黑色 白色會比較好看 我覺得綠色青BB 有點不太適合 衣服 或者不太大 好 首先 跟大家試一試 遊戲玩 即是機器怎麼玩 先開機 好 愛機 好 一開始是日期要你教的 現在的時間 就是2021年 3月14日 現在的時間是14日 所以 先教一下 大家聽到的聲音 就是電子數碼聲 現在這個時間 已經是12點的時間 哎呀 按錯 按錯 可以按NG 再來再按多次 對了 零零 然後這個就48分 不停按 就好像普通電子錶 做一些設定 看一下 大小的聲音 按 OK 就是進了主版面 這一個主版面 開頭就沒難吃 然後 其實它有些功能 看一看 這個 墨駁功能 行過多少步 然後這個 這裡有其他按鈕 就是連一些apps 一些功能按鈕 這個就是你現在的心臟脈搏跳動的心跳 你現在的心跳是8080 當然帶到手上就會有真正的心跳 幫你量度 然後步速是45 我發現這隻手錶有點出奇 其實你找手搖 你帶在手上 就這樣動 其實它已經在跳 正在走路 變相我覺得有點麻煩 不過如果你玩浴城遊戲來說 這隻可以的 可以很快地幫助數碼獸浴城 然後呢 然後就脈搏 腳步 然後這個就回頭 回到最基本的 最版面的位置 然後這個 這個就是你的數碼獸的Data 但是目前現在 是沒有Data在裡面 所以一會兒插一個Steam Card 大家就會看到 這個就是對戰模式 這盞燈是什麼呢 按下去 有一個Backup 有一個Backup模式 可以把你 當你一部機裡面 要插多一個數碼獸的時候 因為其實浴城的區域 只有一個數碼獸 這個區域 所以另一個區域 會幫你暫時Backup 在後面 暫時Backup 當你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放一隻東西出來 然後這個 就是連動Apps 按一下 就會有一個Touch的位置 幫你掃到手機的Apps 做一個連結的步驟 但是現在就沒有辦法試 所以我就關機再開 再開 也是啦 其實很麻煩 每次開機的時候 你都要重新教過 所以我不太喜歡這個玩法 很麻煩 現在就買了 那就不買了 我拍攝的時間 就是晚上時分 好 繼續看下去 Apps之後 就是這個設定制 設定制就分了時間 這個其實就是換設圖案 換設背景 現在因為沒有數碼手 背景就有三個 主要就是正式圖案 有了數碼手之後 另外會多一個 那個就會是 切這個數碼手的 那個特別背景 好 然後就亮 燈光度 你只會 越教越光 然後就大小聲 聲亮 然後這個CloudChart 就是 Delete All Reset Delete所有的 設定的鍵 你就不要亂按 因為reset了 隨時有機會 拿不到數碼手出來 因為它的Steam卡 說得明 一張Steam卡 當你插進那部機器之後 你其他的 其他的機器 都不可以再使用 同一張Steam卡 確保 就不會有人 濫用Steam卡 好 這個就是 那你一 重新開那部機 它就reset 很麻煩 好 然後就跟大家試一下 這個 Steam卡 入機是怎樣的 我這次就用 墨充手來做示範 好 首先 把墨充手 拆進去 然後等待 其實我覺得 等待真的比較久 不知道為什麼 很久 等待 要等 要時間去等 很麻煩 始終是 入資料看的關係 所以要時間去等 好了 已經出現了這個Logo 然後 拆了它 然後再把這個 放在你的手上 對 然後 用你的心跳 再令掃馬獸 呼化 對 那你會慢慢看到的掃馬獸 將會 出現了 完成 好 那你的掃馬獸 就會由蛋 進化出來 就會看到它 這是蜜充手的BB奇 剛才我提到的 這裡 你會看到 這個數碼獸的名字 暫時沒有屬性 D是0 你會看到 DP HP AP值 暫時沒有 這個就是要你養 Battle Win 這個 剛才也提到的 對戰功能 你會看到 對戰功能 這個位置 會有Battle Win 按照 其實 這個遊戲很有趣 它有一個進化List 的系統 也有一個進化線 按照 你會看到 你動動多少 多少活動 多少對戰 等等 進化的 進化路線 也會看回你的活躍程度 進化哪一隻 越懶的話 就有機會進化一些 不太大眾歡迎 或者很人氣高的掃馬獸 可以這樣說 然後 拿多少獎盃 這些都是好的 這個就是 入了掃馬獸之後 data的那個模樣 玩法 然後 這個 一個的手錶 暫時就這樣 大致上的設定 都是這樣的 另外 當然還有一張 就是這個 V仔獸的模樣 這個 大家如果有買開這部機 又打算買 大家也可以自己試試 大致上 都OK 不錯的 好了 今次 暫時跟大家玩了 玩這個 手錶 其實 其實 手錶的功能 真的不是特別多 其實還有一個功能 這部機 其實有一個功能 叫做 TOUCH IC LINK 這個 其實 在日本來說 任何的八達通機 都可以 還有 一些的飲水 一些的汽水機 都可以 可以 用來做對戰用途 可能 每一部機 有這個 IC LINK 的那些機 都可以 然後有送馬獸給你 打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 比較有趣的功能 香港 都有 這個八達通機 都可以做到 這個功能 可能片尾的時候 都會示範給大家 看看 做到什麼 OK 今集 暫時跟大家 玩這個 玉承手環 數碼王 玉承手環 叫做 玉承手錶 跟大家玩到這麼多 接下來 下一集 會跟大家 連動APP 看看 Apps有什麼聯動 好玩呢 有什麼特別呢 一般聽聞 Apps的用途 比 那隻錶 但是你沒有一隻錶 又很難繼續玩Apps 所以Apps 跟那個錶 都是要並存的 今次這個 這個 玩具 或者這個 家圍 我覺得 叫做實用少少的玩具 都OK的 都叫做 對於比賽團來說 今次這一件的產品 都幾大的 嘗試 和結合明星 好 今集和大家玩到這麼多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好 跟大家試一下 這隻錶 在白雅通機之下 會怎樣呢 Scan scan 好 離開一下 對 就出現了 Warning這個位置 然後呢 先focus 哇 按這個 就會出現了 這隻數碼獸 其實都很隨機 你每一個位置 就會出一隻 好 那就和自己的數碼獸打吧 這個提醒大家 一定要和一隻成長期數碼獸才能打 BB呢 要等他進化到成長期 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就可以由BB進化到成長期數碼獸 這個就很講求 開技的問題 喂 不知道打不打死呢 對面跳過了 有點危險 輸 死了 打不死 糟糕 外面開大技 啊 避啊 避不到 死了 啊 又死 死了 死了 輸了 輸了會減這個 減這個對別值 贏的話就會加 輸就會減 減完的話應該會死的 不過聽聞說輸三場就會死 好 好 那就是這一錶練冬 IC的玩法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Like和Share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Facebook 記得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按旁邊的鈴鐺 會第一時間收到我最新的影片資訊 另外記得Follow我的IG Instagram 大家記住 有好玩的東西 就會有我的Player Studio